这个我觉得挺有意思啊 你看人是在高点退出算归隐 还是在低点放弃算归隐 高点归隐呢 其实我觉得还是一个比较 让人觉得很牛的一件事 工程师会那样 因为那是更主动一些的 低谷有可能是迫不得已 这个事看你自己怎么想 华少女 你职业经历里 让你觉得痛彻心扉的一次 我比较自责的一次是什么呢 我以前做制作人 有很多人 他是参加我的节目 付出了非常多的努力 像当时蜜蜂少女队 刘雨昕 孔雪儿 还有后面的赵小棠 张月 虽然他们在我的节目里 没有获得最好的成绩 但是后来他们获得了 很好的成绩 证明他们是很有能力的 但是没有在 我为他们做的节目当中 他们其实付出了很大的努力 在我做制作人的节目当中 付出了非常大的努力 非常大 而且很优秀 但是我很遗憾的是 当我们都很努力的时候 我没有给予他们 我承诺过的未来 华少非常坦诚 来 非常非常坦诚 今天我准备的这首歌 虽然不是我的创作 但是是我们节目组特别有心的 包括我们这个导演组的同事们 一起来创作一首歌 他们写的 他们写的 这首歌是属于我们这个 还有适合远方的专属的主题曲 给你们试唱一下 想要 太好了 太好了 少让 谢谢 好 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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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